如果让NBA球员参加CBA体测,他们能轻松通过吗? CBA体测最难的莫过于夺命17折 这也是曾经跑断过李小旭跟进的项目 但实际上,NBA每年在球队视讯的时候也会进行类似折翻跑的测试 根据选秀专家王健爆料 当年杜鞭雄泰在太阳视讯时,跑出了破纪录的30个来回 相当于60秒20折 就连我们的准NBA球员崔永熙也在三分钟耐力测试中跑了29个来回 其实,这番跑对于NBA球员来说实在不算什么 因为在李拉德的视讯中,你能看到NBA新秀展现出来的训练强度 训练一开始,李拉德就用上了阻力带 每一次拉扯阻力带,李拉德都是全力状态 然后,李拉德在阻力带的拉扯下进行投篮训练 可以看到,在如此强度的情况下,李拉德几乎也是百发百中 最后,李拉德还用一记扣篮完成了这项训练 接下来,李拉德还要抱着很重的球完成横移训练 在训练里,李拉德还要进行模拟实战下的扣篮 然后不断地重复重复再重复 这期间,李拉德还要完成全场冲刺下的三分投篮 在这样高强度的情况下,李拉德还要继续开始投篮训练 在训练里,李拉德需要模拟运动状态下的接球投篮 所以,他需要时刻进行跑动 但即便如此,李拉德还是投出了极高的命中率 就算是超越三分,也只投丢了一个 有人说,NBA球员的天赋要远超中国球员 但如果你了解过普里查德的训练 你就知道,就算是NBA天赋最差的球员 也能通过训练进入总决赛这样的最高舞台